开国大将终身担任海军总司令,主席发话,任何人都不可以动他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,1955年,解放军举行授贤仪式,众多战功赫赫的将领备受与将军军衔,而大将和元帅军衔则寥寥无几。 在解放军六百多万大军中,仅有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,萧信光将军就是十位大将之一,建国之后一直担任海军总司令,深受信任和器重,主席曾经还专门发话,谁都不可以动他。 萧信光将军的人生非常精彩,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,年仅18岁前往苏联留学,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北伐战争爆发以后,萧信光回国参战,蒋介石叛典革命之后,萧信光再一次去往苏联军校学习,学成归国之后。 他参加红军反围角作战,跟随中央红军走览了迁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,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为国家立下汉马功劳,1955年受嫌一事,萧信光被授予大将军衔,全面负责中国海军建设,并且一旦就是几十年,这在解放军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。 萧信光凭借非凡的才能,为军队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深的主席的器重,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萧信光率军驻守敌川,而指挥国民党完军进攻的将领则是周昏元,是国民党军队赫赫有名的战将,还参加过北伐战争。 由于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巨大,红军战士虽然浴血奋战,但最终还是因为管不敌众而丢失了李川。 事后,朱奇亲自出面安慰他,并且让他担任红旗军团的阵围,重新夺回李川。 但由于战局突变,国民党完军增兵到来,并且还有忐忑主战,导致未能达到战略目的。 萧信光被处罚时,主席亲自出面,表示谁都不可以动他最后,被调到红军大学任职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,萧信光被授予大将军衔,并且被命令组建中国海军,当时被人系称为汉牙子海军司令。 1950年1月12日,萧信光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司令,全国海军必须无条件服从。 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解放军海军部队,萧信光克服重重困难,在很短时间就取得了初步成绩。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,萧信光为海军建设付出了全部的心血,是中国唯一的终身海军总司令。 萧信光将军晚年,因为癌症身体非常虚弱,在生命最后98天里, 迸发出的战斗意志让人敬佩,他一生不怕反动派,打败了日本侵略者,创造了海军的奇迹,如今又和兵魔抗争。 从没有屈服过,这位被主席发化,谁都不可以动他的将军,在1989年3月29日离开了人世,享年86岁。